我就坐在里边了 就是还有呼噜呼噜的话的近人那种 看眼都不准谁来干嘛呀 如果是和别人一块鱼院看眼 来得比较晚 这个电影已经开始follow 我就整个那种一点看不清楚 自己除了时间来重新看一遍 有点大纲的主意 但是不严重 这种事我还是承认的呢 我看了男嘉宾这个短片啊 关于电影院的那段网说 真的是特别有感触 然后就是经常在电影院 会遇到一些熊孩子 亲你的椅背啊 在后面尖叫啊 妈妈根本不管这种 然后我就有一个想法 特别想生一个小孩 生下来教他 让他去学一些搏击类的东西 然后直接让我的小孩 去揍那个熊孩子 就这种想法 如果对方妈妈是那种 蛮横不讲理的 我也可以说 哎呀他们都是孩子呀 我孩子打你孩子怎么了 然后坐在你前面的那个 那个观众就站起来 把你们两家人都给工作去了 但是你的这个心情我可以理解 比如说飞机上 高铁上 电影院 地铁 所有的公共场所 孩子的言行 和父母和家庭的教育 分开了 我们不能用 他还是个孩子 来解释一切问题 为什么有的孩子懂规矩 有的孩子不懂规矩呢 所以孩子反映出的 其实就是家庭 是父母 对对 did 我是不是 你是 那 你们 对 对 好